本土的病例是16936 那昨天是15000多 那成长了大概12%多了 连续四天本土破万例 不止病例数积增 中重症个案也一口气新增47例 创下单日新高 那么什么时候会达到疫情高峰 那至于说未来在什么时候会达到高峰 那确实我们现在在评估 当然有可能在5月中下旬 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根据主播中心统计 目前全国裁减阳性率平均值为9.63% 其中台北市14.78% 新北市21.98% 阳性率远高约全国平均值 确诊人数最高不下 5月1号上路的自主回报疫调系统 第一天回应还不错 今天上午已经发出去7000多人份 那回报的大概有一半 呼吁相关的民众 在填写 尤其在这个基本在填写这个PCR检测的时候 那个电话号码一定要填写 而且一定要填写正确来 目前系统还在半自动阶段 预计5月4号会进入更自动化系统 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在填写资料时 务必留下正确的联络电话 才有利电脑自动开立聚格单 再三叮咛的还有这个 那还是要呼吁大家能够打 尽量去打 如果要开始放宽规定 还会先从先打过3G疫苗 或是完整接种疫苗的人来开始 当确诊数破万 已成日常 社区风险提升 也只能自主应变 提高警觉 自己的健康 自己顾 欢迎新闻宋俊 黄佩涵 特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